这个经济虽然有些好转 不过国内的失业率的数字还是很吓人 主机处在今天公布了8月份的失业率 高达了6.13% 那么这个比上个月还要上升了0.06个百分点 已经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高了 失业人口67万2000人 也比上个月要增加了9000人 主机处表示 现在应该就是失业高峰了 在季节性的因素消失之后 配合景气回温 预估9月份会有下降的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